鳄鱼一直是备受人们瞩目的神秘生物之一 作为一种古老而强大的生物 鳄鱼在人类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常常被描绘成勇猛凶悍的象征 然而鳄鱼的形象远不止于此 它们也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面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些关于鳄鱼的奇特事件吧 鳄鱼和渔民的关系 如果你在河里不小心遭遇这条巨型鳄鱼 你结局会怎么样 毕竟它稍一用力就可以将小船掀翻 在印尼 这位渔民开着小船逆流而上的时候 对面有条大鳄鱼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洞见 它迅速潜入水中朝着这边奔袭而来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 小船的发动机竟然熄火了 让现场陷入了一片安静之中 谁也不知道这条大鳄鱼接下来会做出何种举动 很快大鳄鱼已经靠近了小船 它凶狠的眼神死死地盯着船上的人类 仿佛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 只要它愿意 很可能在下一秒会掀翻小船 渔民大叔深知眼前的危险 但它并不束手待毙 经验丰富的它立刻采取了行动 拿起手中的鱼肉将大鳄鱼吸引到船头 然后将鱼肉投进鳄鱼的口中 此刻 大鳄鱼离渔民大叔仅有一口的距离 它的庞大身躯尽在支持 一举一动都让人心惊胆战 然而奇迹似乎降临了 大鳄鱼被鱼肉所吸引 开始安静地享用起来 似乎完全忘记了船上还有着两个人类 后来据大叔介绍 它在这条河里捕鱼的时候 会经常遇见这条大鳄鱼 它会拦住路过的渔船索要食物 但让人意外的是 它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只要渔民愿意喂给它一些鱼肉 大鳄鱼就会放渔民一条生物 从此以后 渔民遇见这条大鳄鱼的时候 就会主动地投喂一些食物 而这条大鳄鱼也被养得标肥体检 在为了一盆鱼肉之后 大叔居然直接伸手摸起了鳄鱼的脑袋 而大鳄鱼居然也十分配合 最后大鳄鱼居然也十分乖巧地飘到了船尾 渔民大叔则小心地操作着船桨 以避免伤到这个与人类建立起了奇妙联系的巨型生物 这段意想不到的相遇 让人们不禁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以及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垃圾桶装鳄鱼 一名男子正在试图用垃圾桶把鳄鱼装进去 因为眼前的这条鳄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到了他的家里 很明显 我们不应该进行模仿 如果碰到类似事件 应该立即拨打电话给相关部门 当鳄鱼面对垃圾桶时 好像碰见了什么庞然大物似的 表现得非常害怕 不断地往后退 相反 这名男子表现得却非常淡定 他没有出现慌乱或者惊慌失措的情况 更多地表现出有计划 有步骤的推进垃圾桶 鳄鱼面对这样的对手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张着大嘴巴 就当鳄鱼不断向后退的同时 就在下一秒 男子突然加大了推进的力度 当男子成功把鳄鱼装进垃圾桶后 便在众人的目光下 将垃圾桶推向路的另一边 原来在路的另一边有一个湖 那里应该就是鳄鱼生活的地方 当男子小戏意义地把垃圾桶推到湖边后 推翻垃圾桶后便快速地离开了 鳄鱼还在一脸猛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静静地趴在那里 犹豫了老半天才回过神 慢慢地向狐狸爬去 男子见鳄鱼爬了出来 便将垃圾桶收回 人子脱下走鳄鱼 在澳洲北部的国家公园的河边 一名女黑人带着小狗散步 同时间河边位置有数条弯鳄幽近 但该名女子非常冷静 随即脱下一只人子脱鞋 拍打手掌并大叫 成功赶走一条弯鳄 结果鳄鱼下得赶紧游走 这一幕被偶然路过的人拍下 后来被分享到了网络上 观看者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这位女子的勇气和冷静 这个场景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了 澳洲北部河流的危险性 以及当地居民面对危险时的冷静和应对能力 要知道女子非常幸运才得以保密 而专家则则表示 鳄鱼当时应该吃了太多鱼了 忘记的时候 该群鳄鱼很容易便可吃掉一个人 而那个河边也曾经发生过鳄鱼吃人的意外 留下了一段段令人心惊的记忆 鳄鱼宠物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 鳄鱼静止走进了游泳池 而池中却是一群嘻嘻打闹的孩子 下一秒 场景近来和大家的预期恰恰相反 鳄鱼被孩子们团团包围 仿佛成了他们的玩伴 这一幕让人目瞪口呆 如果不是鳄鱼自己走进了泳池 现在我还以为它是一个玩具 让人望而却步的冷血动物 如今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只鳄鱼并非来自野外 这条鳄鱼大叔已经养了好几年 几年前 大叔从倒闭的动物园把他带回了家 而且大叔非常坚定地相信 没有养不熟的狼崽子 也没有五不热乎的冷血动物 愿意用自己的老命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平时他会把鳄鱼抱在怀里 冰冰凉凉的 比空调还拐用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鳄鱼和大叔简直形影不离 在这期间 并没有发生任何的鳄鱼伤人事件 慢慢的 大叔和他的鳄鱼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 如果有提出鳄鱼被掰掉牙齿之类的疑问 一口咬碎小鸡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逐渐大叔身边的人也接受了这条温顺的鳄鱼 大叔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狼血动物也是能被自己感化的 如果屏幕前的你 也想拥有一条如此拉风的宠物 我劝你三思而后醒 慎重慎重在慎重 毕竟人的小命只有一次 每周豹对决鳄鱼 当一条鳄鱼遇上了会潜水的每周豹时 你绝对无法想象到鳄鱼会有多绝望 这是一只刚刚成年的每周豹 此刻正在巴西雨林的一条河流中游泳 准备横渡到对岸密室 每周豹作为猫科动物里数一数二的潜水能手 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河流或者河流中的所有动物为主要食物 当然 它的嗅觉也十分敏锐 可以沿着岸边寻找到其他动物留下的气味来锁定猎物方向 每周豹天生就是狩猎能手 拥有高超的伪装跟踪技巧 是他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眨眼的功夫 每周豹就悄无声息地穿过河边的柳树林 他蹲守岸边凝视着远方 看来是发现了一只心仪的猎物 没错 就是百米开外的两只巨大的鳄鱼 他们正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呼呼大睡 不得不承认 每周豹的嗅觉和视力出奇地好 当他注意力集中在一点后 竟然可以发现如此远的猎物 饥渴难耐的每周豹已经潜入水中 准备给鳄鱼一个大大的惊喜 下水后的每周豹更像是一条悠然自得的小鱼 凭借着可以长时间在水下憋气的技能 以及它闪转腾罗的水下身法 很快 每周豹从水中冒出 身子悄无声息地绕到了鳄鱼身后 要知道 在水中 鳄鱼几乎是没有对手的 眼前的鳄鱼估计认为 在水中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威胁到他了 再加上 这里是一条河流中央的土堆上 根本没有什么劣势者能够接近他 所以他才如此放心地躺着 享受阳光沐浴 终究鳄鱼还是太年轻 他也即将为自己的自大付出生命的代价 每周豹四简斑扑了上来 一口直接锁在鳄鱼的喉咙上 在通过一波甩咬后 鳄鱼瞬间就丧失了抵抗能力 得手后的每周豹 提起几百攻击的鳄鱼扬长而去 所以鳄鱼终究还是有对手的 铲除鳄鱼 相信大家看到这一幕也很惊奇 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这里是印尼的一个小村庄 在这条浑浊的河流里 不久前来了一位不复之客 对当地的居民安全造成极大的危险 没错 如你所想 是一条大鳄鱼 在前几天 当地的一位村民 在这条小河之中捕鱼的时候 很不幸地遭到了一条鳄鱼的攻击 这位村民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而得知消息的村长 便很快地叫上了全村的所有人 赶到了这个事发现场 在村长的带领下 有十几名成员男子组成了捕捞队 直接就扯起了一张巨大的鱼网 下到水中来对鳄鱼进行喂捕 当然了 由于条件有限 这村庄比较偏僻 他们并没有先进的捕捞设备 只能用这样最原始的方法 只见此时的男子们 已经在河水的中间 摆开了一个C字形的阵势 几乎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副 十分小心谨慎的样子 他们一直用眼睛 紧紧地盯着水面上的动静 因为一连好几天的暴雨 已经导致此时的河水 变得相当浑浊不清 村民们合力撑起一张巨大的鱼网 先把鳄鱼赶到这片水域 紧张时刻就要来临 此时的鳄鱼已经浮上水面 村民纷纷把鱼网拉高 防止它趁机溜走 有些人还拿着套锁 打算将鳄鱼套住活抓 可是还没等它动手 鳄鱼又消失不见了 村民赶紧拉起鱼网 缩小捕捞范围 不得不说 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 此时的鳄鱼 就藏在这片狭小的水域 人们也开始拿着自制长矛 不停地向水里扎 此时鳄鱼露头了 只见鸿衣小哥 朝着鳄鱼用力耻辱 其他的村民也是蜂拥而上 鳄鱼也感受到了危险 它不停地挣扎翻滚 想要逃离这片水域 就在众人拿着家伙 一起对着鳄鱼照顾的时候 鳄鱼再一次地沉入水底不见了 村民们也是你看我 我看你的不知所措 几名男子已经迅速地 将手中的鱼网 把鳄鱼给死死的为主 只见在经过男子们的 不懈努力下 最后这条吃掉村民的大鳄鱼 终于被成功抓住了